慢慢地去熟练它 越熟练耍得不慌越好看 要不要加速 在这个情况下了 你去进行长时间的练习 熟练以后加上速度 加上速度 金上棍 这个就叫金上棍 帅不帅吧 就问你们一个字帅还是不帅 谢谢子仙姐姐 帅 这个有啥用 这个强身健体 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 能够强身健体 能够增强我们的体质 让我们的体质 可以抵御外面的一些侵害 金上棍要不要再来一遍 我们要不要再来一遍 现在来一遍 大家看一下侧面 我们来一遍 用你的右手 谢谢老代哥 强身健体 对啊 你还不相信呢 每一项运动都能够强身健体 你耍棍子可以穿棉袄 你把棉袄脱了很冷的时候 你来耍棍子都能耍到满头大汗 你说能不能达到强身健体的样子 来 右手握棍中间 你们只有练过的才懂 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没有练过你就体会不了 右手把棍子握好看侧面 我们侧面看一遍 今天下的很大的雨 欢迎瓜哥 把右手握住棍子上前推出去 从左往右边转 记住每一个细节 就两个动作 右手转不动的时候 把手腕 左手拿出来 掌心朝上大拇指 朝前推到棍子 用骨口接住 接住以后 右手的后面 左手后面几个手指 把棍子握住 握好 右手松往回退 我的棍子1米4 我的身高158 握住以后 棍子向右边 围绕着刚才的方向 转起来 直到左手手腕 也转不动的时候 右手手腕 翻到掌心朝前 大拇指朝上 推到左手上方 接住棍 握住以后 握住它 左手松棍 往后退 右手将棍转起来 转到右手手腕 到了极限 转不了的时候 换手 左手接 接住以后 转 转到完全转不动 右手接 右手在上接 左手在下接 看 看看 近距离看 我这个棍子 插在灯光下 本来就很炫彩 就中间这个会变色 五彩斑斓的炫彩 现在白天 显示不出来 你这样看 它会变色 有没有看见 它本来就很好看 右手松 左手握棍 把棍子转起来 你们近距离看我的手 直到左手的手腕到这一步 完全转不动 再把你的右手翻到掌心朝前 大拇指朝下方 用你的虎口接住棍 并把它握住 右上左下 左手这个时候松棍 右手转棍 当棍子转到右手手腕 转不动的时候 左手手腕 翻到掌心朝上 大拇指朝前 骨口接 接住握住 然后转起来 爽解棍 那咋能行 那不得把它打坏了吗 想要凉灌 就是在棍子快转到位的时候 然后 就提前把手腕放过来 右手推回来的一瞬间 翻手腕 等待接棍 当左手的棍子 转到位以后 直接接住 右手 右手接住棍以后 左手松棍 往后退的一瞬间 翻手腕 棍子转过来以后 直接接住 一个一个的来 我们先把 精上棍练会了以后 再来练 披荆斩棘 保存教学食品 有的,你们需要教程的,可以 买了这个棍子以后,进三群里面就有 群里面有 熟练以后,多去练 练多了以后,就很熟练 就能耍出很熟练,很溜,很帅的供花 加上速度 这样子啊,看是不是速度就已经起来了 我差点撞到那个门上去了 现在,披荆斩棘 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棍子的,没有棍子的,就用我这种棍子去练习 不管你们是,家里有什么棍子 如果想要把棍花练好,练成我这样,练得我这么溜 用这种棍子去练,能够让你快速上手,快速突破 快速把棍花练好,练好 谢谢哥哥 好大的烟呢 20圈 120圈,我没数啊 刚才很冷,现在又很热 现在又有点冷 我手上的棍子给大家上一个小黄车 没有的,你们就去选,选择这种棍子,才能够把固花快速的练好 想要棍子耍得好 看我的手指掐的这个地方 它软软的弹弹的啊 整个棍身都是这样子的 高密度橡胶海绵 金色的是定制胶带 银色的也是定制胶带 两头金色,中间银色 胶带里面是高密度的橡胶海绵 所以,手掐起来是软的 打到我们的头是不会受伤 橡胶海绵,对的 这样掐起来不会受伤 整个棍身都是橡胶海绵 就是为了避免我们打到的时候受伤 能够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身体打到不会受伤 再看一下它的韧性 里面,橡胶海绵里面是一根钓鱼干,纤维管心 什么是钓鱼干,里面钓过鱼的朋友就知道 钓鱼干,纤维管心 这一个韧性好不好 我人站上去都没有问题 就我这样站上去都没有问题 它这是品牌的纯中响品牌专业训练棍 不是钢管 棍花专业的训练棍 想要棍花耍得好 一定要用这种棍子去练 专业棍子必不可少 拿成 我不打人 我不打人 我宁可自己吃亏 我也不会去打别人 除非它把我惹老了 惹极了 我才会轻轻打它一下 看哈 下面来一个披荆斩截棍 两头也是软的 包括这个头也是软的 打一下自己这个头 它都不会受伤 两头都是软的 这个棍身都是软的 没有棍子去选棍子 选了棍子来跟我练 不知道怎么选 把里面的身高打在屏幕上面 我给大家推荐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披荆斩棍 帅吗 这个动作叫披荆斩棍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披荆斩棍 很多人都说 冰箱